好 接下来我要做这一个 不晓得你们知道 就是卡片 卡片它有一个小小的技巧 好 我先把这个卡片先删掉 然后 假设我先刻意的点这个卡片 把它先翻到指定的位置 程序上面是没有任何反变 假设我只放在这一格 看得出来我放在哪一格 它现在是不是一个小小的格子 本来很大 它塞进去最适合的大小是45字型 可是因为我现在格子变小了 所以当我点到 在这边点也请注意 这几个名称是不是都很像 所以你滑鼠游标移过去 要稍微等一下 它才会秀出来它的完整的名字 所以不是这一个 下来 是这一个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要点到前面这个小方格 好 所以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的话是不是 它就直接呈现0.96 然后让你知道说 它的一个相关系数 好 我一样在效果这边 我先加个框线 接下来我要做下面这一格 下面这一格 所以它这边跟刚刚的做法差别 就是在于说 这个X轴跟Y轴都没变 但是它的类别换了 然后这里它所使用的是什么 统计日期 那统计日期建议不要呈现时间 所以选到这一张图 这一张图上面是不是有统计日期 请把这个统计日期 这边的资料类型 有看到它是日期 但是它的格式请改一下 我要改成short date 改成这一个 它的时间还在 我们先看它的相关系数 这才是比较重要的 好 它的相关系数如何制作出来 所以我的X轴 仍然是受雇人员报酬 滑鼠右键 点选受雇人员报酬 点一下 接下来去选新增快速量值 第一个动作 我全部都是选X轴 因为这样方便我去整理资料 还有日后我要去找相关系数 我才比较容易找得到 我都是认X轴 所以滑鼠右键 点选受雇人员报酬 第二个动作 请点选新增快速量值 接下来在计算这边 第三个动作 请切换到相互关联系数 接下来就是类别 那类别我一定要用这边来去找 可是它就没有核举方块 它没有核举方块 你就只能用拖曳的方式 好 那我现在我的类别要选统计日期 所以按住它拖曳到类别 接下来类别选好统计日期里面的年 歪轴 歪轴就是我们的 二二经常移转之初 然后我就可以点确定了 然后接下来我把这个年的这边删掉 这边就不能放二楼 这边要放三 对不对 二刚刚已经用掉了 所以这边就加一个三 打钩 它其实就放在这边第三个 好弯掉 然后接下来 我现在要去做卡片 所以空白地方 空白地方点下去 点卡片 把它先缩小到这个位置 然后接下来 因为我知道它大概在三 第三格的位置 好 有看到 这边 左边有看到那个三 相互关联三 在门 在最左边 好 然后请点 打钩这个文字方块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看出来说 它的相关系数是一样的 好 所以你用线识别 跟用这个年来去看 这边所产生出来的相关系数 一样